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我是你们的讲师Tim 这一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No Circle数据库产品中的一款产品,我们的Redis 可能说到No Circle,有的同学已经有所了解,有的同学可能还不太知道 No Circle是No Circle吗? 不是,是Not Only Circle,一款非关系型数据库 像我们的My Circle是一个关系数据库,那当关系数据库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来配合上我们的No Circle这样一个非关系数据库 那No Circle数据库呢,它里边的产品也有很多,像我们KValue的,文档的,图形的等等 比较典型的,可能大家用的也比较多的,像MemberCatch的,包括MongoDB,以及我们这次会讲到的Redis 还有像一些其他的TouchDB啊,等等 那特别现在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我们的No Circle也是被应用的已经很广泛了 这两年比较热门的一项技术 那这一期呢,我们主要来讲解一下我们的Redis 那在讲解Redis的时候呢,首先我们会分为几部分来进行讲解 那我们会从最基础的先了解一下Redis的发展史 以及我们如何来安装,下载安装,以及配置我们的Redis 还需要了解一下Redis中的一些数据类型,包括Redis中每种数据类型常用的一些命令 这是一些基础的命令 接着呢,我们会讲解Redis中的一些高级内容,像我们的事物 包括缓存对列,以及Redis的像发布订阅模式,等等 最后呢,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PeerP来操纵一下我们的Redis 那学习Redis的时候呢,和我们的这个MySQL差不多 同样的也是通过一些命令来操纵我们的这个Redis数据库 好,那在学习之前呢,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Redis 了解一下Redis的发展史 那Redis呢,是在08年的时候呢,由意大利的一个创业型公司 叫做Mazero 它推出的一款这样的一个数据库 那当时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呢,这个创始人呢,主要是做了一个网站 做了一个实时统计系统 LLOG 当时呢,它的数据库选择的是我们的MySQL 这样的一个关系数据库 但是呢,在使用的过程中啊,这个MySQL又遇到了一些平静性的问题 性能不是很高 这时候它就想,我能不能针对于我这样的一个网站 开发出或者说量身定做这样一个数据库系统 那这时候呢,它就自己开始写了 那写完之后呢 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 大家所知道的这个Redis 那开发出来之后 这个创始人感觉 这个Redis数据库确实好用 所以说 它就把它给开源出来了 还是比较具有开源精神的 好东西,大家一起来使用 那接着呢 到现在,一直到现在啊 我们Redis这个用户群体已经很大 像我们国内使用比较多的 像新浪微博 包括像知乎 这样大型的门户网站呢 也都在使用我们的Redis 但并不是只使用我们的Redis 它会结合起来来使用 那像国外的 像这个 报学 包括Githube State Overflow 这样的一些大公司呢 也是我们Redis的用户 那首先 Redis 我们给大家做个笔记 深入 浅出 Redis 了解一下 Redis的发展史 以及Redis的一些特性 那Redis全称 Remote Directory Server 远程 服务器字典 Redis 全称 Remote Directory Server 远程 服务器字典 那接着呢 它是以字典的结构 来存储我们的数据 而且它允许 通过我们的TCP协议 来读取 我们字典中的内容 那Redis底层呢 是通过C语言编写的 这样一个key value 型的一个数据库 它支持内存形式 来存储 包括我们持久化的 一个形式 这个之后呢 我们也会说到 而且呢Redis呢 提供了多种语言的 一个API 像我们之后会通过 P2P来操纵 我们的Redis 你也可以通过像 Java Python Ruby 这样的客户端 都可以 那使用起来呢 也是非常方便的 它有点 可能这个Redis 之前学过 或者说了解过 使用过我们MapCatch的 同学呢 这学起来会比较容易 Redis呢 和这个MapCatch的 差不多 但是呢 也有不同之处 它呢也是 Redis也是 支持非常多的一个 数据类型 像我们之后会学到的 像字符刷类型 Stream 包括我们的 链表 List Set 结合 ZSet 有序结合 包括我们的Hashi 这些数据类型呢 之后我们也会 给大家来介绍 包括每种数据类型中 我们常用的一些命令 这些数据类型 都支持像我们的 PushPop 包括我们的 Add和Remove 以及像取交集 并集 插集 这样一些操作 而且这些操作呢 也都是一个原子性的 那在此基础上呢 Redis还支持 不同方式的一个排序 它和Memcatch的一样 为了保证 我们的这个效率 它的数据 也都是缓存在 我们的内存中 那内存的速度呢 读写速度 肯定要比我们磁盘 要快的很多 像一台普通的电脑呢 像我们使用的电脑 一秒Redis可以读写 超过十万个箭支盾 但是呢 将我们的数据 保存在内存中呢 同样也会有一些问题 像如果说出现了特殊情况 像断电了 或者说 当你的程序推出的时候 这时候呢 我们内存中的数据呢 就会丢失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的Redis 也提供了 对持久化的一个知识 那我们Redis 会周期性的 把更新的数据 写入磁盘 或者说 把修改的操作 写入追加的 一个记录文件中 同时呢 还不影响 我们继续来提供服务 而且Redis 在此基础上呢 也实现了 我们的MustSlaywork 这样的一个 主从同步的一个形式 那通过Redis呢 以后我们还可以 做一些高级的 像我们可以实现缓存 对列系统等等 而且Redis中 还支持我们的 发布订阅模式 像我们想做一个 聊天室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 发布订阅模式 来实现 那在学习这个Redis 过程中呢 刚才我们也说过了 就和我们通过 Sircle命令 来操作我们的 数据库一样 Redis中呢 也是通过命令 语句 来进行的一个操作 好 那简单了解了一下 Redis发展史 以及它的一些特性啊 我们没有去 说那么多 其实它还有很多好处 那我们会在 以后的学习过程中 学习到哪些 模块的时候 我会告诉大家 怎么来用 包括有什么 一些新特性 或者说在实战中 我们应该怎么来用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 想使用我们的Redis 就需要来了解一下 如何下载 安装我们的Redis 那下一节课呢 我就带着大家 一起来安装一下 我们的Redis 以及了解一下 Redis中的一些 配置选项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